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星君子长的小新啊 昨天那个小新冻的这个花土啊 现在已经拿到了花椒里边 而且经过一上午的努力的话 现在已经全部化开啊 全部散开了 小新给大家看一下这种 斧得非常好的橡树叶是什么样子的 看这个就是小新这个一上午的劳动成果啊 看一下这个花土腐蚀的非常非常的好 一定要腐蚀啊 这个是经过一冬的一个腐蚀 腐蚀的过程其实很简单 就把它放到那里边 它全部在里边虽然天气冷 盖上树药布的话 它里边也会放热啊 像这种感觉像生的叶子的话 一揉的话就会碎掉 浮到这种程度的话 这个花土就完全可以了 当然小新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君子兰专用土的主要成分 它是这种腐蚀好的橡树叶 但不能完全用腐蚀好的橡树叶 为什么 橡树叶呢 它的虽然这个成分是这个树叶 透水性要好的话 但是其实它相对来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话 它融为成泥 成泥的过程中的话 它的透水性就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拆一些东西的啊 比如小新说的这个椰壳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椰壳啊 别看它长方形的 像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的重量大概是一吨啊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椰壳 就是那个椰质树哈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椰汁的那个原始的这种椰壳 椰壳呢 不能直接用啊 椰壳呢 是一定要用水的话 给它泡开的 泡开之后呢 它才会就是分开成这样一块一块的啊 让用水浸泡一段时间 然后把它晾干 才能够掺到花图里边 还有一点要说 就是这个椰壳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啊 它是这个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透水的作用 能而且它是非常养花根的 包括你洗枕的话 都完全可以用椰壳的 能把花根养成白白壮壮的大花根 而且它是 每年的话 其实可以重复利用的啊 因为它不会那个腐烂掉 永远能保持这个 小小的一个块状的话 每年的花土的话 旧土你可以把你的椰壳给筛出来 重复利用 最好的花土的主要成分之一 还有这种就是松针啊 松针它的皮区值是 偏酸性的是适合于 君子狼的一个生长的啊 因为之前有来人问啊 小新说这个松针 说这个是不是 君子狼化完土之后 要加一些实处啊 其实你看你的花土里边 颤松针的话 就完全没有必要啊 因为它是为了防止花土减化啊 那松针的皮区值是栓性的 它是非常适合掺到花土里头 而且它相较于橡树叶来说 它是不容易腐烂的啊 所以它的透水性也是非常好的 除了颜值 芽生种植的话 君子狼 专用的土的话 不要完全用这个腐熟的橡树叶啊 你要加一些透水性更好的 更养花根的 你要让它的这个土的 偏续直偏栓性一些啊 像有些人还会喜欢加河沙呀 加木炭的话 综合一下也都是可以的 但是橡树叶的这个比例 都要占到60% 其他的话 你再参个两样三样 小新的花土除了以上 给大家看的三样的话 还有一种松茶皮啊 在那个小屋里面落着呢 就给大家看了啊 喜欢君子狼的 别忘了给小新点个关注啊 持续还是一样 会大家分享更多君子狼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 memória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